中国近期对企业的监管行动引发牵连大波,内地企业纷纷叫停赴美上市计划,恐怕以损害华尔街巨头门的利益。本周市场上先后传出美资基金要撤离中港股市。 又有传闻指美国更以禁止中国企业在当地挂牌上市。预示中美金融脱欧一触即发,著名中国大好友也警告中美关系跌至冰点,恐已进入新冷战时期。总冲迹象预示下半年中美关系必然再起波瀾。 经济,股市随时更大获。一,罗奇警告中美步入新冷战。早于2018年已警告中美正处冷战边缘的摩根士丹利亚太区主席。 现任耶鲁大学讲师罗奇最新直言,即使自己是个天生的中国好友,眼见近日中方整治美国想使中国企业的连串行动。 让他感到不安,disturbing。更形容者预示中美紧张关系恐星级至1970年代初之后未曾见过的水平。 意味中美两国已重新进入冷战模式。 罗奇口中的1970年代初已指美国前总统尼克逊1972年访华。 奠定中美建交并走向合作的基础。其后两国展开大规模的经贸活动,及至近年大批中国企业赴美上市集资发展业务。 然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开打中美贸易战,至近期中概股的敌赴美上市后不足一周。 内地大规模整治新经济企业赴美上市,更扬言要加强中概股监管,八十境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主体责任。 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已是不争的事实。 罗奇直言,即使美国公司不与中国做生意,现时他们摸得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靠贯穿全球各国的供应链生产而成。 中美关系冰封对于美国企业和投资者来说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你不能斩断与中国的交往,与罗奇看法经常相反,被认为经常唱中国的新末入博士。 大和资本经济师赖致文也有类似看法,认为短期内投资者要准备好更多中美关系的爆发点。 单看贸易一环,两国互信已消失态进。 华府不急于改变前朝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签订的首阶段贸易协议。 就算提出谈判,若果对中方提出相同的要求,中方恐怕也没兴趣谈。 正当七大工业国集团,G7加大抗华力度。 要特别留意美国情报部门下月底交给政府关于疫情起源的报告。 不排除会令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2. 美国要求赴美上市中企披露更多信息。 市场传闻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AC,停止处理中国企业上市申请。 SAC主席Gary Chancellor虽然未有承认有关传闻,但就表示该会在批准中国企业的上市申请前, 将要求其披露额外信息。 Gary Chancellor指出, 政交会工作人员将必须确保, 寻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在必要情况下已经获得中国政府就期在美国上市的许可。 同时根据法律要求, 美国监管机构要能够在三年内审查他们的审计记录。 他在声明中表示, 我相信这样的披露对资情投资决策至关重要。 是SAC保护美国资本市场投资者这一使命的核心所在。 他族指, 许多中概股都采用可变利益实体、快的结构在美上市。 这种安排使得这家总部位于中国的运营公司创造了风险躺口。 他忧虑普通投资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持有的是一家空壳公司的股票, 而不是一家中国运营公司的股票。 3. 金融大鳄巴斯投资中国市场无保障。 事实上, 本周初市场上传出美国或限制基金投资中港市场。 正所谓空月来风, 未必无因。 近年经常唱淡中港市场的美国著名金融大鳄。 基金经纪巴斯, Kai Waze也再度表示, 目前信托基金投资中国市场毫无保障可言。 由于他发言的时机相当巧合。 不排除是在市水温。 巴斯表示, 中国政府拥有完全的控制权。 市场不可能消化来自中国的风险。 没有人相信中国数据。 让表面看起来仗是在增长。 他俗称, 只要内地的审计仍与国际脱轨。 所公布的数据便完全没有可信到。 4. 科技女股神几乎清仓中概股。 在市况出现大变时, 往往是聪明钱最先离场。 有科技股女股神之称的基金ARK创办人 伍德,Cassie Wood,本周持续减持中国公司股票。 旗舰基金ARK Innovation ETF,ARKK, 几乎清空所有中概股。 作为重量级基金经纪。 伍德的做法, 可谓与与巴斯的言论互相呼应。 非常巧合。 外媒报道, 根据公司网站显示, 资产达224亿美元的ARKK在周三, 28日几乎沽清所有中国股票仓位。 目前仅持有100万美元的贝殼找房。 根据神星数据, 该比例远低于2月份的8%。 据报, 除着内地监管机构再反垄断及网络安全问题。 扩大对阿里巴巴及迪迪的限制措施, 过去几周五得一直在减持中概股。 根据旗下基金的交易数据, 周二再大幅减持包括腾讯及平安健康医疗科技等, 同时也受出拼多多。 京东, 美团, 看准网及比亚迪汽车。 报道指, 五得逃离中概股只在帮助他的基金避免更大亏损。 HSMSCI中国ETF由上周四收市到本周二收盘累跌13%。 而五得旗下所有ETF期内的跌幅不足5%。 五, 道富环球盈富基金不得向美国人出售。 一次巧合是偶然。 但多次巧合背后或许就是必然。 在中美金融脱勾的传闻满天飞之时。 盈富基金02800管理人道富环球表示。 该基金不得向美国人士发售。 唐明年6月3日继续持有。 美国法律或会阻止出售或买卖。 道富环球也提醒。 身为美国人士的单位持有人注意。 对于美国人士而言。 盈富基金并非合适的投资工具。 据其解释。 更新的基金仍扣张情指数技术上的更新。 以清楚表明美国人士不可投资盈富基金。 盈富基金的日常营运和盈富基金单位持有人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 自今年1月以来。 盈富环球投资管理对盈富基金的管理没有作用任何变动。 不过,由于更改张情的时机非常巧合。 难免会令人有不好的联想。 6.高盛下调美国经济预测。 除了中美关系外。 疫情亦是当前不容忽视的风险。 美国疫情回升。 经济复甦也不似预期。 高盛亦调低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测。 第三及第四季增长率分别下降一个百分点至8.5%和5%。 高盛经济师Jan Hepsius表示。 直至数月前该行对美国GDP的预测一直高过市场预期。 因为在疫苗接种和财政政策下,预计今年中美国经济增长将会达到顶峰。 为商品及服务业因疫情反弹,影响行业重启,经济复甦将大幅减慢。 该行族指,变种病毒失控不利实体娱乐行业重启,居家工作模式仍会持续,因此也会影响办公室相关的经济和服务。 此外,美国积极推广疫苗接种对服务性行业有正面帮助。 但大众对疫苗的恐慌情绪不会降在疫苗接种后便立即消失。 7. 死硬派大淡有,美股恐怖塌70%,经济有隐忧,股市也难言乐观。 7. 近日中港市已经历一轮股灾,尽管美股盈旅创新高,为曾准确预言2000年及2008年美股泡沫爆破,被视为死硬派大淡有。 7. 病毒创投资气候理论的John Husman警告,投资者忽视了美股估值已过高,恐怖跌65-70%,正面临大幅窥蝕的风险。 7. 他说,我的想法是,经过当年由联储局有道,追求收益的投机行为后,投资者再次得出结论,在可能是最糟糕的时机下,估值根本无关紧要,但我预计,他们将会受苦。 7. 不仅是在这轮市场周期结束后大幅亏损,还将面临近20年漫长。 7. 有趣,不知去向的旅程,删引号,他预计,美股将暴跌65-70%,并坚信标普500指数在未来十多年将面临附回报。 7. 他说,我的想法是,投资者可能也低估了未来几季出现严重经济摩擦和赤字的风险。 8. 过去一年以来,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 8. 山隐号,8. 全球航运困局要持续至明年。困扰世界经济的航运问题仍未能解决。 全球大型货运经纪公司罗宾逊全球物流,CH. Robinson Worldwide,表示,港口劑失及运费狂飙的问题。可能要到2022年2月农历新年后才会舒缓。 8. 罗宾逊表示,目前全球供应链正陷入船舶。卡车、火车、货柜及仓库工人严重短缺的深渊之中,货车缺乏司机驾驶、货柜滞留在物流中心。进一步限制运力。 行政总裁Bob Bistufel,表示,供应链中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能幸免。 多少都存在某种错位或困境。卡车货物集散场无人来装载的货柜数量创历史新高。 一些托运人出于对航运言误的担忧,转移使用成本较高的空运。 Bistufel又指,罗宾逊全球物流现在平均每周营运15-20个货运航班。 教育情前繁忙不少。此外,大型零售商正在为年底消费旺季进货。进一步提高工作量。 他俗称,当学生开学,消费旺季来临时,原本已紧张的士放还会有额外需求。 站无迹象显示情况会好转。他与其航运紧崩现象。至少要到明年农历年过后才能舒缓。 9. 全球债务。通胀恐失控黄金白人城避风港。债务与通胀继续困扰全球经济。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资料。到2021年第一季末,全球债务已达到289万亿美元,约2,254万亿港元。 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倍。 德国法兰克福的贵金属提链公司D格尔认为,在当年的极低利率后,经济体背负着创纪录的债务。 在这种背景下,很难看出央行要如何提高利率,而不会引发下一次严重的信贷或金融和经济危机。 B格尔指出,各国央行对通胀预期失去控制的风险正持续扩大,而通胀压力持续上升,以将实际利率大幅推入负值区间,虽然并未使黄金立即受惠,但并不改变其长期价值。 黄金近期疲远的原因之一,是央行成功让消费者相信,物价上涨指示暂时,基于市场参与者坚守对央行的信心。 目前黄金和白银在人们的价值排名上,并不居于前列。 不过,该公司也警告,各国央行对于通胀可能趋缓,遍得过于自信与乐观。 他们甚至忘记,由于央行政策不断扩大货币供应,一直在助长通胀,目光长远的投资者应将目前黄金和白银的定价, 视为扩大实物贵金属投资组合极具吸引力的机会。 10. 北韩经济重创亚洲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回看亚洲地区局势, 疫情引发的冲击随时引爆中国轮近的炸弹, 长期以来都是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最大不稳定因素的北韩。 受到联合国持续制裁,新冠肺炎封锁措施,恶劣天气等打击, 2020年经济出现23年来最严重萎缩。 恐陷入危机,外媒根据各方面数据分析。 北韩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收缩4.5%。 是1997年以来最差。 也无力延续2019年的0.4%增长。 该年是3年来首次扩张。 北韩2020年贸易额暴跌73.4%至紧8.6亿美元。 其中没被制裁的手标、假发等商品, 出口也分别暴跌86.3%,92.7%, 这些出口商品贸易在2016年贡献约21.9%的GDP。 2020年急剧下降至2.9%。 占北韩经济总量三分之一的服务业萎缩4%。 占经济28%的工业则下降5.9%。 农林营业也下降7.6%。 北韩因实施极严格边境封锁。 至今仍未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但这也使得与最大经济命脈中国的贸易几乎停摆。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去年双边贸易比2019年下降80%以上。 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表示面临粮食紧张。 理由事大流行和去年的台风。 南韩政府消息透露, 北韩面临着90年代大饥荒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两年的边境关闭和台风加深了危机。 但在中国的帮助下, 还未动摇到其经济基础的程度。 首尔大学研究估计, 北韩经济在2017-2020年间可能萎缩20%。 且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政治影响。 因为人民现在拥有比90年代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